《牛林永剑》王志飞主演的电视剧《正午阳光》即将登陆央视八套 27号下午该剧前提主创《亮相北京》出席了该剧首播发布会 近来伴随着导演杨树鹏向张新义的求功成婚 关于张新义与前男友王志飞的一段感情纠葛随即被人再次翻出 据悉在张新义移情别恋杨树鹏之后 王志飞也是迅速与女演员张定寒擦出爱的火花 近期在出席某活动时张定寒更是大方透露 与王志飞婚期将至 当日面对记者的一番追问 王志飞却选择了刻意避重就轻 结婚了您知道吗 谁 结婚了要结婚了 真的吗 谁啊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他说你要结婚了 之前您女友不是说 我也觉得是 结婚照都不开了 那个今天咱们的发布会是因为正午阳光 这部戏啊 你提的问题是早晨的阳光 所以不在今天探讨的话题之内 好吧 因为我不希望经常有别人的私事来打扰我 同时我也不希望自己的私事去打扰别人 所以谈工作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当日王志飞坚称结婚不结婚 纯属私事 不劳大家费心 不过鉴于此前张定涵的言之凿凿 这事八成是一优谱了 而近两年伴随着与前任张新毅的感情纠葛 王志飞在接级方面倒是越来越多 面对不少与美女搭档上演的爱情戏码 王志飞表演起来也是有着自己的主张 我们会互相的聊一聊天 加上一些了解 然后导演和制片人会刻意把我们约到一个饭桌上 这是谁这是谁 您敢一块吃个饭 所谓的增进感情 也仅此而已 回到家之后会马上跳出那个角色 要不就回别人家了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